新年健康第一课 警惕憋出来的气节肉影 这个阶段实际上是我们 治疗的一个关键阶段 少生气才少生病 学会对镜自测 护好颈部生命线 由上往下反复地这样摸 我们还可以做一下吞咽动作 调和阴阳 小散节 今日17点25分 养生堂为您讲述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说说阿姨 大家好 我们的节目开始了 不是 我在这说词呢 你在旁边这忙活啥呢 我跟你说 到了冬季就有一个习惯 得扫自个儿家门前的血 但是今天我的工作 不光是扫咱们门口的血 我还要扫扫咱们人体的血 人体的血 健康还需要扫血除冰 老话说得好 熟久寒天冷丰收啊 这天一冷啊就容易结冰 你看我们现场 这对对对 这不都结冰了吗 就赶快把它铲一铲 这结冰你拿扫可不行 得铲 对对对 现在这种情况还好铲 但是如果人体结冰 您要是不注意 那可能出现大问题啊 不是你说这不太靠谱 咱们可是血肉之躯 外边冷有冰那有可能 但是人体当中 怎么还能有冰块呢 这是人专家说的话 您跟我说还有什么危害 我跟你说 如果说人体结冰 您不重视的话 很有可能对您的身体 造成很严重的问题 比方说肝肾 甲状腺等等等等 也就身体当中结冰的话 不及时地铲除 还会伤及很多重要的脏腐 对 而且再严重了 都有恶变的可能 什么样的人群 是属于高危的人群 我们有考题 你看你看那个题板没有 那个题板就是 我给你准备的考题 那你就好好的咱尘尘血 行行行 我把这瓶子都处理 叔叔阿姨 咱们往这儿看 欢迎来到养生堂 健康小考环节 给各位出一道题 跟我们本期的内容密切相关 冬季高发憋什么 会让身体面临结冰的危机 选项A 憋气 B 憋尿 C选项是喷体 选渊来回答一下 第二个B 憋尿 憋尿 因为冬天汗排的少 人体的尿也多 对于肾来说有点伤害 好了 阿姨的回答是憋尿 那除此之外 有没有憋气的可能呢 大家想想 如果憋气的话会怎么样 呼吸会受到影响 对不对 好 如果憋喷嚏的话会怎么样 会影响到我们的气管 是不是 那阿姨的回答是否正确呢 咱先用掌声感谢一下阿姨 代表我们的栏目 送了奖品给阿姨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阿姨卤花给您送健康了 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高油酸让您吃出健康来 油酸多多健康多多 卤花高油酸助长寿多多 祝阿姨越吃越年轻 这些选项当中哪一个是正确的答案 为什么说憋一个问号会让我们身体面临结冰的风险 这样带着一系列的好奇和疑问 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专家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志门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林彦 欢迎林主任 主任你好 欢迎你 欢迎你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高油酸让您吃出健康来 油酸多多健康多多 卤花高油酸助长寿多多 好了咱们直问主题吧 永之一开始就给大家泡了一个概念 身体当中有可能会结冰 那么我们说什么样的情况会结冰呢 阿姨说是憋尿 但是我觉得像憋气 包括憋喷嚏 也非常的危险 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 那这三种情况其实都很危险 答案呢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这幅卷轴 那这个字呢 念影 它有一个病字旁 对 那它就是跟疾病有关系了 里面是什么呢 是一个婴儿的婴 那这个婴儿的婴 再拆分的话 大家看它是什么呢 下面是一个女 上面呢 是两个背 其实这个字啊 最早出现在 我们说文解释当中 作为疾病的话 是在主病猿猴论 背呢 在古代是什么 是首饰 珠宝首饰 也就是说带着警示 带着警示以后呢 又生病了 那大家猜一猜 这是一个什么病呢 这个发病率非常的高 那主任 在冬季是不是就更高发 跟体内我们说受凉啊 有寒气啊 有什么样的关系 一年四季啊 都会高发 但是它确实呢 跟寒冷啊 有一定的关系 确切地说啊 它应该是跟寒血 或者寒湿之血 是有关系的 因为寒血呢 它的特点是什么 是这个凝质的 导致我们身体里面 气血呀 就会不畅 而且呢 经络就会不通 还有一个特点 是容易伤阳气 寒血伤害了阳气以后呢 我们体内阳气 就会出现不足 那阳气不足了 那我们的抵抗力 也就是我们的免疫力 就会下降了 所以呢 这里说这个病呢 和寒血呢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明白了 这个影病啊 也就是一年四季 都有可能出现 但是冬季更高发 因为它受寒血的困扰 大家想一想 现在呢 冬至刚过 熟久寒天 三久开始了 一年当中最冷的时期 外面就很冷 那么体内 如果寒气凝聚的话 这影病就来了 好了那刚才我们给大家出的 这个随堂小考 三个选项 憋什么有可能 让身体当中结冰 诱发影病呢 各位 接下来我们请永志 回到现场 结合道具 给大家揭晓悬念 我们看到地平上呢 是一个人体 这有两扇门 还挺好看的 而且我发现 赤永志还藏在了门后边 主任 她代表的是什么 她的身份是代表了影病病因 病因 那永志到底有什么样的任务呢 气死我了 谁惹你了 这一天天的 谁都跟我较劲 看哪哪不顺 看哪哪不对 这没劲了 气死我了 没力气 还生气 气是白脸的 是吧 跟刚才那个扫血除冰 完全是两个劲 演得非常好 大家看到了吗 很形象 就刚才跟我们的问题有关系 我们身体里面 血液的运行也好 筋液的代谢也好 都跟它有关系 它是我们身体的动力 大家感受到了吗 就是气 就是气 因为气在我们人体里面太重要了 我们一切的生命活动 都是由气 靠气的运行来进行的 所以我们称之为气机 如果说气机不唱了 那么就是泳智的这种状态了 像一个个的气球都鼓起来了 那就出现了气质不唱 然后气节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它从这个门里往外 就是走出来的时候 实际上是有困难了 所以就是一个是情绪的变化 一个是身体的 这样的一种变化 但是跟你结冰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含血特点就是收益凝制的 那收益凝制了以后 它首先凝制的是什么 其实它凝制了我们身体的气机 就导致我们的气机不唱了 气机不唱以后呢 它就会出现什么呀 它会影响我们的脏腑 它会影响我们的筋液的代谢 影响我们血液的运行 那这个气既是发病的一个症状 又是它的病因 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这么理解 这个气维持人体 一切的正常的生理功能 那同时它也是导致 我们疾病发生的 这样的一个始发因素 明白 又是症状又是病因 但永志刚才说到了 生活当中她特别爱生气 叔叔阿姨也有没有跟她一样的 有中招的 爱生气的有没有 有时看见不顺畅的事发火 比如说啥事你就发火了 比如像我们家孩子 我看见她放东西 不放在原来的地方 瞬间这火就顶着脑子上头 就嚷嚷 完了有时出去买东西的时候 完了看见东西 我挑的东西 完了她不让我挑 我就立马就跟她 火就上来了 就吵起来了 其实人家说的也是对 可是我就是火就上了 就跟人家就吵上了 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对 对 火下去以后才知道 不应该跟人家吵 不应该跟我们家孩子嚷嚷 生气有过什么问题吗 就这块脖子节节 吃药下去一点 好点了 所以大夫说不要让老生气 主任 生气跟我们今天说的 这个隐病有啥关系 关系太大了 这个病呢 它的这个最主要的 也就是它的源头 就是生气 那确切地说 刚才那位阿姨说的是 一有事就容易着急 就容易火了 就嚷嚷 嚷嚷 其实是能够发泄出来的 但是呢 还有很多人呢 他心里不高兴 他发不出来 憋闷气 对 憋着 其实这种可能对身体的危害会更大 或者是在人际关系当中 我那个不能嚷嚷 我就忍着 尝此一往 它就会导致我们气肌的淤脂 时间长了会影响 就会影响我们的脏腑 影响了我们的 大家都知道 肝脏 出现一个什么 肝淤的情况 肝淤以后 肝的功能是主输泄的 所以呢 那就会这个气呢 就是越来越淤脂 就会出现气节的情况了 隐病是怎么来的呢 不能憋气 那么憋气就等于气质 也就是气节在那儿了 所以叔叔阿姨 不生气 就等于不得隐病 好 那接下来 进一步会怎么样呢 你往前走 我走不了了 我儿媳已经卡在这个地方了 你喉咙那儿吗 站在那儿了吗 对 我就卡在喉咙这个位置 而且我也发不出声音 声音极其嘶哑 而且还特别地难受 一看比刚才 第一个回合的表演 问题更严重了 主任 这说明什么呢 我相信很多人 有这种感受 确实有这个感受 其实呢 主要是痰卡在这儿了 痰卡在这儿以后 就感觉气不顺 这口痰吐出来很难 而且即使吐出来 很快悠悠了 吐不完 对 那这什么原因呢 刚才我们提到老师气节 对吧 那气节之后 我们刚才说 这个气节和肝有关系 我们说肝气与致 肝湿这个出现以后 见肝之病 当先传痞 所以呢 就影响到痞的这种 韵化功能了 那痞呢 韵化功能失调了以后呢 就会化生痰湿 出现这种痰湿 内生的情况 那这就是我们痰的来源 我们刚才说又感受了寒血 那这个痰就会更多 它如果说再进一步的 我们说这个痰它又会翻过来 去阻止气机的运行 就气的运行 这样形成了一个什么 相互的一个恶性循环了 那这样子日久以后呢 那气就是越来越淤质 那就又影响什么了 影响到血液的运行了 那如果血液运行不畅 会出现什么呀 又是气节 又是弹阻 又是血淤 那这三个交织在一起 正好卡在我们这个脖子这儿 尤其是我们在咽喉这个地方 会有一种什么堵塞感 憋闷感 有痰但是卡不出来 卡出来了很快又会有咽了 其实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 那痰与护足以后 那它实际上就变成一个有形的东西了 那这个有形的东西 我们称之为什么 就会称之为这个节节 或者是再大一点 就是看到了肿块 就是这种状态了 对 是肿块就有矮变的风险 所以永迟一开始 还真的是没有忽悠大家 对 而且我发现了到冬季 就是这种咳的人是越来越多 身边总能听到这种坑咔的声音 对 叔叔阿姨 咱们跟着主任的节奏走 好 那出现了 刚才的那一系列症状 就有可能预示着 我们身体当中有节节 有肿块 甚至是癌变的风险了 隐病是分阶段的 对 有初期 中期 重期 到了已经有肿块了 能摸得到了 有这些硬物的时候 它是属于什么阶段 如果说比较大摸得到 那也是比较的柔软的 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 我们称之为气影 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女性患者 她来我这儿看病的时候 她这个颈部有一个 特别明显的一个肿块 一摸 特别地软 特别地软 真的就像我们的那个 冲了气的那个气球 但是比那个还软 她说我这个是一夜之间 就变这么大了 因为我们想到这种块 应该时间很长吧 它有一个过程吧 但它这个真的是很短的时间 她说 我说为什么呀 她说我这个头一天晚上 跟家里老公吵架了 特别特别地生气 然后吵完架以后 我这一夜就气得我 睡不着觉 等早晨起床一照镜子 发现这儿竟然长了 这么大个包 她刚开始晚上 她没有这个摸的这个意识 她只是觉得这个地方长 然后呢 她就赶紧地就来找我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气影 气影 气影就是生气 真的是生气得的 但是这种呢 它不是这个肿得快吗 它消得也快 明白 所以我给它开了方子以后 它回去吃了一周 一周以后 它来复诊的时候 基本上就消了 好 这是气影 这是问题比较轻 那比如说气影这个阶段 咱没有干预 继续往前走 那会发展到中期的时候 那就不是气影了 那是什么影 中期的时候呀 我们称之为肉影 肉影 对 到肉的是不是就能摸出点 肉感 对 那么到肉影的时候呢 实际上呢 我们摸起来 就是比这个气影呢 可能稍微地有一点韧了 所以这种的患者 实际上在临床上是很多的 如果你能摸到一些异物了 有肿块了 甚至是有节节了 这个时候都是属于 刚才主人介绍的肉影阶段 其实这个时候是有癌变的可能 当然也会给大家一些信心 这个时候也是可以逆转的 对 所以在这个阶段 实际上是我们治疗的一个关键阶段 没错 那肉影再拖下去 到了末期 那叫什么影了呢 这个呢就变成了石影 石头的石吗 对 石影 对 那通过这个名字 大家也能感觉出来 对 这个质地是不是越来越硬了 是 石影就是感觉像石头一样坚硬了 所以像石头一样坚硬的话 大家想 消起来是不是 太难了 太难了 主人说了气影的时候呢 症状比较轻 叔叔阿姨呢 也不太容易重视和发现 但是到了肉影阶段呢 那我们身体当中 这气真的是属于堆在那儿了 就结冰了 这个时候虽然很危险 但是也是逆转的关键时期 要不然再往后推 那就是石影了 那说了半天 这影病到底是什么疾病呢 这个影病呢 其实就是我们人体的甲状腺 那刚才我们说影这个字的时候 我们说是这个女子的颈视 其实就是什么 在我们人体围绕着颈部的 这样的一个囊肿 戴项链的位置 对 囊肿是围绕着脖子 尤其是在颈前的 所以这个囊肿呢 其实就是指的 我们甲状腺的肿大 或者是甲状腺的节节 发病率呢 女性呢要比男性多 男和女的比例 应该是1比3.8 这个在性阶段的时候 大家看到的是甲状腺 这个甲状腺呢 是指的我们甲状腺体的肿大 严症 严性的这种 弥漫性的肿大比较多 那么此外呢 还有真就是刚才我举的 那个极特殊的例子 因为这个巨大的这种 情绪的变化而出现的 到了这个我们说的肉影阶段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 甲状腺的这个节节 实际上呢 最常见叫节节性甲状腺中 这个甲状腺上面有单个 尤其是多个 这样的几个节节 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都是良性的 那么到了食影的时候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 甲状腺癌了 就出现了一个恶变了 治疗呢应该来说 中早期的干预是最好的 对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 气影和肉影阶段 及早地去干预 从而避免了 到达这个食影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叔叔阿姨都明白一个道理 是癌症都很可怕 都有可能有致命的风险 其实说了半天 饮病现如今 呈上升的发病率 而且不光是在年轻人 在中老年人群当中 也会很高发 且不分男女 不分年龄 那他的这个发病 从轻到重 大家已经看到了 气影 肉影和食影 那主任 这有什么自测的方法吗 咱们都能学得会的 有可能吗 那么首先呢 我们可以就稍微的脖子 我们后仰 往后仰 对 往后仰 然后我们伸出来三个 这个手指 我们的食指 中指和无名指 并拢了以后 大家摸一下自己的喉结 然后和喉结齐平 喉结两侧 就是我们可以先摸一侧 摸一侧 我们顺着 顺着这个由上往下 这样反复地这样摸 大家还可以做 停留在某一个位置的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做一下 吞咽动作 如果什么都没有摸到 那说明没有问题 如果说我们摸了以后 突然我们能摸到一个肿块 那我们就得赶紧地 去医院做检查了 叔叔阿姨们记住了吗 甲状腺结节自侧 重在一摸 二看 三吞咽 一摸指的是摸喉结两侧 甲状腺在我们的喉结下方 气管和食管的两侧 先摸到喉结 喉结下方气管的两边 就是甲状腺 可以并拢食指 中指 无名指 三个手指 然后沿着两侧 从上到下轻轻地去感觉 甲状腺的软硬度 是否有硬硬的硬块或疙瘩 二看指的是对着镜子 看看甲状腺的位置 是否有肿大 两侧是否对称 三吞咽指的是摸完后 再做一下吞咽动作 用手感受有没有节节 从手底下滑过的感觉 是否有肿块 随着吞咽动作 一上一下移动 如果摸到了甲状腺肿大 或者甲状腺某个部位 出现圆形肿块 就要及时就医 好 叔叔阿姨 我们可以用手机 把大屏幕的自测方法 拍下来 给大家一点点时间 我们告诉大家 这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 在家里初步自测一下 我们有没有可能得隐病 当然电影机前 各位亲爱的观众 就刚才的自测 如果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或者一些障碍 有问题 咨询我们的专家 都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 欢迎大家拿出手机 扫描二维码 点击添加通讯录 由我们的养生辅导员 指导您进入到直播间 向我们的专家咨询 另有本期节目的笔记 视频回放等福利 免费发放 好了 那说到肉影 到底如何逆转 稍后我们给大家支招 给方法 那回过头来 说的这个影病主任 除了跟寒凉 寒气凝聚相关 还跟其他的症型症状 有关系吗 这个甲状腺的节节 它分成了冷节节和热节节 刚才一直在讲 跟寒有关系 实际上是指的冷节节 我们人体要分阴阳 其实这个疾病也是 它也要分阴阳 也要分寒热 因为我们中医有一句话 叫气有余便是火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 我生气生气 我刚开始憋着 但是我憋久了 我肯定要爆发 要发出来 是吧 发火 那就变成火了 疾病也是 那个气它淤质淤质 它淤久了 里面就有热 即使是因为 刚开始是寒血引起来的 但是它导致了 总是淤在这儿 不通畅的时候 它也会出现 里边有热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火和痰和淤 交织在一起的话 我们成为 痰火淤结 是 所以太冷了也不行 太热了也不行 要平衡 对 一定要达到一个阴阳的平衡 才可以 各位看 这有两扇门 第一扇门 其实指的 就是第一类影病 甲状腺节节 还有一扇门 也跟另外一种疾病相关 由气节到弹阻 然后到淤血 那这些弹淤 形成这种有形的 如果是在甲状腺的话 那就是甲状腺的节节 那如果它要再肺呢 它就会出现肺的节节 现在肺节节也是非常高发的 是 主任我身边还有肺节节和甲状腺 同时都有的 这种太常见了 在我的门诊上 很多患者 它肯定不会是 一种节节来的 往往甲状腺节节 伴有肺节节的 这种很常见 紧张焦虑的 压力大的 这是气瘀体质 弹湿体质的 像我这样 弹湿体质 所以体内容易有弹湿 内停的情况 弹湿的人气容易什么 也会容易出现气机不常 再一个还有的人 是淤血体质 所以这几种体质 如果叠加在一起的人 特别特别地容易 身体里面长节节 好了 说说阿姨 刚才我们主任 已经把隐病的高危人群 都给到大家了 如果您以及您的家人 正好也受隐病的困扰 无论是甲状腺节节 还是肺节节 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 欢迎大家拿出 手机扫描二维码 点击添加通讯录 由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指导 您进入到直播间 向我们的专家咨询 另有本期节目的笔记 视频回放等福利免费发放 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 危害性给到大家了 但叔叔阿姨 最最最最关切的就是 咱们怎么应对 是吧 怎么样预防 远离这疾病的发生 并且改善咱的弹尸体质 好 那我们让永智换身衣服上个道具 给大家具体指招 来 健康实验小能手 小池上线了 来吧 来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刚才我们讲了气质呢 身体就会结冰 结冰怎么办呢 我就要拿出 神器 我画冰的一个神器 就是这碗白色的东西 神仙粉 用这个白色的粉 这个粉末状的东西 我撒在这个冰上 很神奇的事马上就会发生 大家认真看 马上就会发生 这可不是 这么快 你看见没有 我们的这冰马上就化成水了 这冰块现在变成冰水了 对 你用的是什么东西啊 那就是消散力竭的神器 用的就是它 就是那个白色的 那得问问主任了 这到底是什么法宝 下雪了以后 这个有雪 然后慢慢又结了冰 那我们其实去扫雪 那这个方法其实是 又费食又费力 效果还不是特别好 但是我们撒了这个溶血剂以后 很快 雪和这个冰就融化了 我们用了这个溶血剂 里面其实最主要的成分 就是盐 对于我们身体里面的 这样的节节的话 我们可以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 那盐是什么味道呀 都知道是咸味的 那我们用的这个药 也是今天给大家呢 就是推荐了一对咸药 勇志 这样子 这一对咸药很重要 可以帮助我们消散体内的冰结 远离结结的发生 而且可以改善我们的弹尸体质 那这样你出趟门 出个差 咱们就去民国时期 去民国时期 对 他不是一般的人 他是一个大将 名医大将 据说在他们家的书房里头 好像就有今天我们要找的悬念和答案 那到底是谁家呀 那我穿越一趟 走着 我到了民国时期 张希纯先生的家里 人生有大愿力 而后有大建树 这是张希纯先生提出来的 咱到这个书房里找一找 我发现了两个 应该跟咸药有关系的提示 你看这个智坛神品 还有一个41 这都什么意思 这样 我在张先生家里 发现了一本书 您看 这上面写着 医学中中参西路 这是什么书啊 这样 我在这先找找答案 叔叔阿姨看到了吗 勇志呢 在张希纯老师的家里呢 找到了一本书 还有一个数字41 周恩 这跟您说 消散兵节的法宝有什么关系 张希纯啊 是我们民国时期 中西医汇通的四大家之一 非常有名的中医大家 有一本特别著名的书 就叫医学中中参西路 这是它的代表作 涉及到了我刚才提到的 这一对这个咸药 有41手房剂 这说明什么呀 张希纯先生啊 他非常的善于运用这一对的药 也就是说这是他的用药的一个特色 那么这一对药呢 它的这个作用呢 其实呢还是具有一个什么呢 化痰散结的作用 所以呢清代的著名的医家 叫陈修元 称这一对药啊 为化痰神药 那你说这对咸药啊 大要来头 刚才主任给我们介绍了 他的前世今生 古人用到现在 那到底是什么呢 一对咱先揭晓第一个 叔叔阿姨 我们来看一下地瓶 这第一个咸药 它在临床生活当中的妙用是什么 第一味药就是牡蛎 看我们这儿显示了 有生牡蛎和断牡蛎 生牡蛎 断牡蛎 从制作到功效有什么不同呢 叔叔阿姨们注意了 生牡蛎指的就是生蚝的壳 而断牡蛎则是把牡蛎 放在烈火上断制而成的 断制后相当于 把生牡蛎壳内的水分给烤没了 所以断牡蛎味道比较色 那么它们在功效上有什么不同呢 生牡蛎擅长 脸阴浅阳 中阵安神 还有这个软尖算阶 那么对于这个收敛固色 这个作用呢 是断牡蛎的强项 所以这就是生断牡蛎 不同的用法 好 这是第一个 那它的黄金搭档是什么呢 主任 它的这个黄金搭档就是龙蛎 龙蛎啊 对 那么龙蛎到底是什么呢 林主任告诉我们 龙蛎归属于矿物类中药 分为生龙蛎 断龙蛎 断龙蛎是用生龙蛎 断烧之后炮制而成的 那么它们在功效上有什么区别呢 它的这种重镇安神的效果更好 它也是分成了生龙蛎和断龙蛎 这个平肝前阳 重镇安神 软尖散接 那生龙蛎呢 是这个常用的 这个收敛固色的这个作用呢 是断龙蛎的 它炮制的方法不一样 它治疗的疾病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叔叔阿姨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 第一对咸药就是牡蛎搭配龙蛎 它可以黄金搭配 消散我们身体当中的冰结 也就是说有了结结用它就可以消散 并且改善我们的弹尸体质 那这是一个经典的名方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这个方子呢实际上 它出自我们张中景的金贵妖略 原方当中啊 它主要是来治疗这种心肌 但是现在呢我把这个方子 用来治疗甲状腺结结 这个在临床上呢 同样的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那这里面呢桂枝 白勺 生姜 甘草和大枣 这五味它是我们的桂枝汤 那桂枝汤呢其实是来调和营味的 桂枝温通散寒的作用 一开始说的这个寒血 如果侵犯人体的话 那就会出现什么样 我们说的这个寒性凝质 气急不畅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我们会觉着身体的发冷 胸闷气短 用这个桂枝呢都很好的能够解决 这样的一个散寒通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烧药呢是来敛因的 那烧药和桂枝配起来 它能够很好的起到一个调和营味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同样呢 生姜和大枣也是一个调和营味 调和脾味的作用 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驱散寒血 能够促进气血的运行啊 然后再这样进入我们再加上龙骨母粒 龙骨母粒刚才我们提到了 它其实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软节散结 化痰散结的作用啊 那这样子的话呢 既能够从根本上能解除含血 或者说气质导致的这个节节的问题 又能够显著的能够消散结节 经典民方功效又很妙 那叔叔阿姨其实最最关切的是 咱们在家里能做点啥 通过日常的一些养护 可以帮助我们预防隐病 也就是节节的发生 而且还要改善我们的弹尸体制 咱们这样看一看 民国时期的永智又发现了什么 那今天呢 我们主任也给大家带了两份礼物 您看 一个呢是乡中君子 还有一个呢特别有意思 名字比较长 叫九福青参 不老不羁 这到底是什么呀 是好吃的好喝的 还是另有玄机 那咱这样请上一位阿姨品尝品尝 好不好 咱们就请刚才回答问题的那位阿姨 说自己有节节的这位 来 欢迎 你好 欢迎阿姨 好 那咱们先尝这个乡中君子 好不好 好的 这个乡中君子我给您看看啊 它其实背后呢是一碗粥 阿姨给我们说说啥味 有大米 山药 感觉有山药 对 吃起来像那种山药的口感 对对 那您猜猜呗 这乡中君子您觉得是什么 它长得很好看 两个字 要食同源的一个好东西 山药 阿姨认准了山药 因为刚才尝到了有山药的味道 然后自己呢平时也食用山药 是 就是感觉它这个乡中君子就是山药 对 到底对不对呢 咱也不知道 咱这样还是请专家给揭晓一下 好的 两位中间有请 阿姨的正确答案说是山药 主任您先跟我们说一说 香中君子到底是什么 您看这形容得多美啊 《复生六记》当中提到了 香中君子只在有意无意间 那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这味药呢 其实我们吃了这个以后 它的这种效果 就是我们的心情会舒畅 然后非常的平和 阿姨刚才提到没有感觉出来 实际上说明我们做这个粥做得很好 就是说完全的就是要食同源了 对了 是吧 这口感很好 是吧 那这个香中的君子是什么呢 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佛手 佛手 对 阿姨认识佛手吧 认识 吃过吗 吃过 不就跟菜似的吗 完了炒着吃 爆炒 跟刚才里头那个粥一个味吗 我觉得一个味 好 那听主任跟我们讲讲 为什么推荐香中君子佛手呢 佛手一听这个名字 就感觉非常的这个吉祥 是吧 佛手又通什么福寿 大家听着非常好听 那这个佛手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其实也是我们的 要食同源的一种中药 一味中药 那佛手呢 它具有这种 疏肝 合胃 礼器的作用 如果我们有这种肝于气质 然后呢 胃又不舒服 其实呢 多吃一点佛手 是非常有好处的 好 揭晓了 佛手就是我们的香中君子 古籍当中就很好地去赞美了它 对 疏肝 礼器 合胃 那说到这儿它跟香园呢 包括梅花啊 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那这几味药啊 它都有这个疏肝 合胃 解余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但是呢 又各有侧重 比如说佛手吧 佛手呢 它的这种疏肝的作用 是比较强的 香园呢 更侧重于合胃 那么这个梅花 包括其实我们好多种花 还有玫瑰花 那么这一类的 它其实有解育的效果 说到刚才阿姨品尝的养生粥 除了刚才的佛手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宝贝呢 那叔叔阿姨 我们给点时间 看一下大屏幕 主任 你得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佛手呢 它具有这种疏肝 合胃 礼器的作用 如果我们有这种肝于气质 然后呢 胃又不舒服 其实呢 多吃一点佛手 是非常有好处的 好 揭晓了 佛手就是我们的乡中君子 古籍当中就很好地去赞美了它 对 书肝 礼器 合胃 那说到这儿 它跟香园呢 包括玫花啊 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那这几味药啊 它都有这个书肝 合胃 解馀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但是呢 又各有侧重 比如说佛手吧 佛手呢 它的这种书肝的作用 是比较强的 香园呢 更侧重于合胃 那么这个梅花 包括其实我们好多种花 还有玫瑰花 那么这一类的 它其实有解育的效果 说到刚才阿姨品尝的养生粥 除了刚才的佛手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宝贝呢 叔叔阿姨 我们给点时间 看一下大屏幕 主任 你得给我们介绍一下 健脾力气粥 刚才阿姨已经尝出来了 有山药 对吧 还真有 大家对山药是非常熟悉的 山药呢 它其实 在我们中药当中 它属于一味补义药 那确切地说呢 它能够七阴双补 尤其是可以来健脾 平补 我们说的肺脾肾的作用 而且呢 它的口感也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一般就是常吃山药 能够健脾一气 一米 一米大家也常吃 去湿气嘛 对 它是来健脾去湿的 对 因为我们身体里面的痰 我们说痰是痰是 痰哪来的 是由于脾的晕化失调而产生的 而这个痰是往往是一体的 对吧 所以呢 这个一米呢 它具有健脾来去湿化痰 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么佛手刚才我们都讲过了呀 疏干 它能够疏干解鱼 并且合胃 这三味呢 就形成了这个健脾里气粥 而这个粥实际上 它的这个原理来自于什么呢 也是来自于我们一个方字 就是我们的逍遥丸 那逍遥丸呢 实际上就特别地复合我们讲的甲状腺结结 它是由于干鱼 脾虚 导致了一个弹气胶阻而形成的结结 尤其是我们说的在气阴和肉阴阶段的时候 就中早期的时候 作为这个养生粥来说 我们就用这个原理来搭配了这样的一款 健脾里气粥 达到了和消耗盘一样的功效了 养生粥都已经给到大家了 可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的皮 然后离我们的气 最重要的是改善弹尸体质 远离结结的烦恼 主任怎么做 有没有一些注意的事项 哪些人不能吃 佛手这味药呢 其实它还有一些色味 就是说其实有点苦 发苦 发色的这样的一个味道 那我们在做佛手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需要 首先用盐稍微的腌制一下 佛手 对 然后再用清水反复地冲洗几遍 然后再用开水焯一下 过一下水 用盐先来腌一下 佛手 对 然后腌多长时间 五到十分钟就可以了 其实就是为了去除它的这种苦涩的味道 然后再用清水把这个盐洗去 清水 热水还凉水都可以吗 对 先用凉水洗 然后再用热水再焯一下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在制作这个粥的时候 这个佛手基本上就尝不出来 这很重要 我们就有苦涩的味道了 所以刚才阿姨就没有尝出来 就说明我们做的这个粥 还是非常的注重口感的 对 腌五六分钟 拿凉水去冲洗 然后还要用热水来去焯一下 好 那然后煮在一起就可以了吗 对 十克五十克一百克 对 这个根据我们家里的人口 然后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搭配就可以了 为了我们这个口感更好 我们还可以再放一点精米 也就是我们白米 白米 这样子的话煮出来的粥呢 更加的这样的一个粘 我们的这个对我们的脾胃 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 气机就通畅了 对 顾户作用 达到这个通畅这个气机的作用 主任有不太适合的人群吗 这个粥啊 非常的平和 安全 还真是 对于大多数啊 我们广大的人群都可以的 好 我相信叔叔阿姨都已经把它记下来了 拍下来了 今天呢 我们主任给大家带来的消散兵节的利器 还不止这个 还有最后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永智又发现了什么 我在民国时期啊 又发现了我们主任带来的第二个礼物 来给大家看看 你看我们这个礼物有名称啊 九福不老不羁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我们背后非常有玄机 给大伙看一看 这是一张图 你看我们这幅图里啊 有很多熟悉的药材 比如说像这个黄芪啊 麦冬啊 玉米啊 桂枝啊 等等等等 那我们这杯代茶饮里面 是不是就有这些药材呢 这个代茶饮有什么好处 咱们回到场中问问专家 给您尝一尝 好 您猜在这里头有什么 这不是山药 这有点苦 嗯 苦 根据您的经验 然后根据我刚才说的那幅图上的画 有这个麦冬 有大枣 有黄芪 有麦冬 黄芪 您闻一闻 这上面有没有一点花香的味道 有 猜猜什么花 什么花 菊花 总结一下 阿姨的这个答案是麦冬 麦冬 黄芪 黄芪 配菊花 配菊花 好了阿姨的回答是否正确呢 这样吧 咱们先用掌声感谢阿姨 先送阿姨个奖品好不好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鲁花5S压炸花生油 驱除黄曲煤技术发明专利 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 祝咱们的阿姨全家健康幸福 谢谢阿姨 谢谢您的互动 谢谢 谢谢 阿姨说麦冬 菊花 黄芪 好 哪个是正确答案呢主任 阿姨猜对了一部分 久福清深 不老不羁 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指的麦冬 所以刚才阿姨第一味药 就猜到了麦冬 麦冬它具有养阴 这个润肺异味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麦冬呢它的这个味道主要是干味 微寒的甜味的 但是呢也稍微的带有一点点 微苦 微苦的这个味道 那除了麦冬之外 那除了麦冬之外 这里面还有什么呢 陈皮 那陈皮呢 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具有化痰的功效 也确切地说是化痰 礼器 我们今天重点也在强调 我们的这个气节和痰组 所以呢这个陈皮啊 具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但除了这两味药以外 还有一味花类的 阿姨说是菊花 那阿姨想配一个青烟的 这样的一个润喉的 这样的一个代茶饮 那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疾病 我们这个花呢 是什么呢 是玫瑰花 玫瑰花 玫瑰花呢 梳干 礼器 解鱼 对 这三味药 组成了我们这个代茶饮 那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啊 梳干 是吧 对 合胃 礼器 解鱼 化痰 对吧 这样的一个功效 那为什么要加一点麦冬呢 一个呢 麦冬它口感好 另外呢 麦冬呢 它有养阴滋润的作用 养阴滋润的作用 其实特别有利于什么呀 有利于我们的这种 树干礼器 我们比如说我们 心情不好的时候 需要有一些润的 或者说有一点甜味的 能够缓解我们的一个情绪 这个代茶饮呢 对于消散我们的结解 其实是有好处的 是紧扣了我们的病肌 礼器化痰 舒肝解鱼的 这样的一个功效 那我们搭配在一起 到底怎么喝呢 有什么样的讲究 我们说这个陈皮 我们写了三到六颗 陈皮啊 礼器化痰的药 那稍微有一点燥 我们体内湿气重 有痰湿的 那我们陈皮就可以多放 但是如果说我们 稍微有一点点 银也不足 有点干 陈皮就可以少放一点 所以呢这个量呢 是自己去根据自己的 身体情况去掌握的 麦冬也是一样 如果说本身我们 痰湿就比较重 那养阴的话会痰湿内生 如果说痰湿偏重的 那我们麦冬就要不放 或者少放 或者少放 体内有这种造血的 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 那我们这个麦冬就可以多放 那至于玫瑰花呢 比较平和 它就是树干理系解余的 基本上按这个量 来放就可以了 那不适合的人群呢 其实这款待茶饮 也是比较平和 基本上来说 大多数都可以用吧 首先呢我们可以 就稍微的这个脖子 我们后仰 往后仰 对 往后仰 然后呢我们伸出来三个 这个手指 我们的食指 中指和无明指 并拢了以后 大家摸一下自己的喉结 然后和喉结齐平 喉结两侧 就是我们可以摸一 先摸一侧 摸一侧呢我们顺着 顺着这个 由上往下 这样反复地这样摸 大家呢还可以做 停留在某一个位置的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做一下吞咽动作 如果什么都没有摸到 那说明没有问题 如果说我们摸了以后 还突然我们能摸到一个肿块 那我们就得赶紧地去医院做检查了 消散我们冰结的力气 都尽容给大家了 永志你今天心得是什么 今天心得就是要保持好心情 就是千万别让咱们身体里结冰 保持好心情很重要 好了不生气就不生病 那说了戴茶饮 也了解了养生粥 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透露一下 听说养生厨房呢 也要给大家准备惊喜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高油酸让您吃出健康来 油酸多多健康多多 鲁花高油酸祝长寿多多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鲁花养生厨房 每天一把坚果守护心脑健康 看我把坚果啊 家里的这些都带来了 什么榛子呀 开心果啊 瓜子啊 核桃啊 还有腰果都是好吃的坚果 但是今天专家说了 这坚果也得吃对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种坚果 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真的这样啊 今天咱们这些坚果里面 还真有一款坚果 它有但引号的 两滴一高的称号 尤其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 保护心脑血管 还有控制方面是特别有效的 是哪一种呢 我慢慢来听了 那看来 今天我们刘龙大厨 要给大家带来的美食 一定有坚果了 嗯 没错 今天呢 咱们就用蔡老师推荐的 这个坚果 做一个形式莲花的 莲花花卷 然后呢 还是这个坚果啊 咱们再做一个酥脆掉汁的 果香瓦片 一会儿呢 咱们做的时候 只需要两点就可以 大家一定要认真去看 现在呢 咱们进行第一步 先炒这个馅料 咱们锅中啊 稍微来点油 咱们先煸炒胡萝卜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高油酸让您吃出健康来 油酸多多健康多多 卤花高油酸 助长寿多多 刘大厨啊 您先炒着啊 这胡萝卜碎啊 问一下啊我们蔡老师 蔡老师 刚才您说到了 今天推荐的这个坚果呢 有两滴 哪两滴啊 通常一说到坚果 大家首先想到的是 高脂肪高热量 但是呢 今天咱们说的这个坚果呢 在这两方面都特别有优势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咱们从热量上面说 葱花枕它这个每百克 是625大卡 这个针子呢 是611大卡 今天咱们这个坚果热量啊 是582大卡 那另外呢 咱们说脂肪啊 葱花枕它这个每百克脂肪呢 是49克 那像这个针子呢 是44.8克 但是今天咱们这个坚果呢 它只有36克 所以说这两方面它都是低的 那一高是什么呢 我们慢慢来学 慢慢来听了 胡萝卜炒香之后 我们看 刘大厨已经盛出来了 咱们给它盛出 然后呢 把这个菜篮推荐的这个 果仁擀碎以后 给它也是加入到这里头 大概的比例啊 咱们就差不多 1比1就可以 然后呢 里面稍微的来上一点 这些面粉 让它成为一个粘稠剂 给它搅拌均匀 粘在花卷上不容易掉 现在咱们开始和面 这个面呢很重要啊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怎么和 大概是什么比例 今天咱们用的是 鲁花浮花盆的活性小麦粉 这个呢会更香一些 咱们来 倒入大约有300克 酱母呢3到5克就足够 大概加入180克左右的这个 温水啊 因为温水呢 它更有利于这个酱母的一个 发酵 做面食要用好的活性面粉 色泽纯净自然 粉质细腻 制作的面食麦香味浓 组织均匀 启发性好 也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 启发性非常好 麦香味浓的好面粉 大家可以看现在这个面絮 现在我们的雪花 这种面絮比较松软 而且呢温水活的面 它吃起来就是相对来说松软一些 如果是凉水活它吃起来会硬 然后呢都成那种絮状以后 我们慢慢地再给它搓揉 给它揉成团 面光 盆光 手光 哇 漂亮 基本上这样就行了 然后封上完颜膜 大概醒至30分钟 好 为了省时间呢 我呢提前活了一份 这样呢咱们就可以更快地 展现给大家了 这个时候我们拿出来直接擀就行了 擀成一个大薄片 按照一块钱硬币那种厚度 大约擀成3块钱的厚度 三个螺在一起的厚度 是的 但是看到这里 仍然看不出有任何特别的 说今天这个花卷像莲花一样漂亮 别着急 咱们这个关键点在后面呢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 这个时候咱们开始 往那上面稍微淡点水 咱们就不摄入油了 是吧 然后这个时候 咱们的这个馅料撒在上面 我觉得这招啊 对于想要控制油脂摄入的 一些叔叔阿姨们来说 特别有用 特别好 是的 就是平时我们做面食 经常会刷好多油 其实那就有点过量了 没错 所以我们就可以淡点水 或者是把这个香料里面 加一点点面粉 趁着这个湿气一拌 它自己就自带黏性 是的 很好的镶嵌在我们这个面饼上 所以这怎么变成莲花呢 关键点在哪呢 一会儿我们看看 刘荣大厨还有什么绝活 那接下来呢 再问一下蔡老师 蔡老师今天给我们推荐了 一款坚果 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保护心脑的 它有两滴我们知道了 那一高是什么呢 咱们都知道这个Omega-3 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还有叶酸啊 都是保护心脑血管的这个利器 今天呢 所以给大家再推荐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它也是一个叫酸的营养素 叫胭酸 它通过啊 降低咱们这个极低密度 这蛋白胆的唇 从而呢达到一个预防 咱们说动脉硬化的作用 所以说呢 它对于保护心脑血管来说 这一高也是非常重要的 而今天我们这坚果里面就有它 一会儿我们来揭晓一下 这到底什么坚果啊 能保护心脑管 而且不怕过多的热量摄入 好 我们看到荣耀厨 您是不是要展示绝活了 变成莲花了 是的 这怎么变的 现在呢咱们就开始给它卷 其实呢 就跟咱们平时家里做这种花卷一样 给它卷起来 其实你这么看 感觉没有什么区别是吧 对啊 所以呢 咱们重点是在后面 咱们一般做花卷就直接就切了 对不对 就切成那种长方形 咱们是切三角形 莲花花卷切三角形 不用特别尖的三角 不用特别尖 现在咱就让它秒变莲花 咱们只需要一根筷子 那大家别眨眼 秒变 很快的就变成莲花了 怎么变呢 现在是三角形 然后呢我们在中间切一刀 这个方法更没见过了 是不是 分两半相当于是 然后呢咱们给它立过来朝上 这个呢也朝上 然后咱们用咱们的筷子 一压它 明白了 这个呢就是一会儿蒸完以后 就是一个盛开的莲花 我们一根筷子压两下就出来了 好棒 而且呢你看里头香嵌了胡萝卜 还有刚才咱们菜篮介绍的这个肝果 颜色就更加的漂亮 有食欲 知道这肝果刚才说了 它热量低 它脂肪低 但是它烟酸含量特别高 能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那这个烟酸含量有多高呢 它在其他坚果的排行当中 占比是第几位呢 在坚果里面算中等吧 还是拿刚才那两个例子来举 比如说像这个蒸子 它的这个烟酸含量每百克 是9.8毫克 然后葵花籽呢是4.8毫克 咱们呢是3.3毫克 但是呢 它对于像咱们常吃的这个核桃啊 什么腰果啊 这种1.3毫克含量的 还是高很多的 虽然不是那么的突出 但是呢它还也算是优等生了 因为它其他的不好的物质比较低 所以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吃的 健康的坚果 那到底是什么坚果呢 我们马上揭校答案了 我们先看到 漂亮的小莲花一个个摆在案板上 好有食欲啊 是吧 我们就可以开火去蒸了 大概呢 我们火开以后蒸8到10分钟 现在呢咱们还需要一点时间 这个时候刚才记得吗 跟大家说了 有一个好吃的小零食 果香脆片 所以呢 咱们现在利用这些时间 给大家开始做 其实这个小零食呢 外面也有卖的 但是呢咱们自己家里做 又简单 而且呢更卫生一些 那么其实做起来呢非常简单啊 您看我 其实刚才已经调好这盆糊了 这个糊呢很简单 都是家里常用的东西啊 80克的蛋清 您用那个搅拌器啊 或者是电动的 或者是手动的抽打 抽打均匀以后呢 再加入20克左右的面粉 就成这种糊状了 再加上刚才咱们菜篮推荐的 那种果干碎 就可以成为这种状态了 然后呢 其实做的时候 一个平底波 加上两张油纸 这个油纸 大家知道这个油纸啊 就是咱们烤蛋糕用的油纸 一定放心是耐高温的 它不会有任何的危险 也不会有任何的这个 对身体的危害 现在咱们这个呢 就给它铺到平底锅中 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可以开火 然后呢 给它把这层盖上 盖上的主要原因呢 是让它表皮也非常的平 平整 所以这呢 它这也有利于什么 要保护均匀 开到最小的火 慢慢地去烘烤 大概烘烤个8分钟左右 晾凉以后才会更加的酥脆 先轰炸 我们来问一下邵老师 今天的主题最关键的话题 保护我们心血管的那个坚果 是什么呢 就是南瓜籽 热量低 脂肪低 膏呢 是它的烟酸高 咱们这个时间差不多了 但是脆片呢 咱们记住 一定要晾凉以后更加的酥脆 好 咱们这花点时间已经到了 咱们就可以给它出锅 鲜果也可以保护心血管的 尤其是今天蔡老师推荐的 南瓜籽 两滴一膏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不妨做花卷啊 做零食啊 都加上一些 守护我们的心脑健康